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 大家可以更听到学生的声音 制度怎么改都没有我们的声音 大人叫我们去学国文或学英文 我们就必须去学 但什么时候我学习本土语言 学习母语比那些会考科目 还要更不被重视了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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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上本土语言的课程 很多的传说 还有台湾族的由来 跟百步舍的故事 我觉得学习是一件开心的事 这是自己的祖先 自己的话 反而会学得很有自信 每个人都会学习 跟他们的信心来好 感觉是感觉到他们的课程 他们在学习的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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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感觉是感觉到 但他们在学习的课程中 跟他们在学习的课程中 他们在学习的课程中 他们在学习的课程中 是负担吗 他不会是负担 反而就是觉得 学母语就是可以增加一点 就是对别的东西 有些更加了解这样 有些人在学习的课程中 在学习的课程中 就是两个人 所以我觉得 随时他们在学习的课程中 他们在学习的课程中 在学习的课程中 就是把课程中 说的可解 理醒习的课程中 就是把课程中 在学习的课程中 被定习的课程中 然后在学习的课程中 就像画习的课程中 给人习的课程中 有些多人和各班学生 我记得国小一年级有 可是后面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人数太少 所以就没有 蛮可惜的 升学阶段 你依然是觉得注意重要吗 我还是觉得注意很重要 因为像刚才说的 我已经错过五年了 所以我觉得这三年还蛮重要 就是应该要学自己的语言 把自己的语言学好 你才能向外扩展 其实在我下面还有两三个 德鲁古的小朋友 老师在三个他们完全听不懂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 是不是快要消失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要多学一下 沙拉那个教育部 把我爱加以马哈文 为了德鲁古11 他可以做� 你所谓的语言 实际的申atem nombre 但是 和安路信心來好 也不想到現在殺手跟彼岸如瓦 跟達德鶴岸 那現在還要去哪個人 還要去哪裏 但比起你還好 來導應大臣國中大學技術組織 北施了以來 還要去當今 也不讓我們跟彼岸如瓦 我倒是覺得說是 有一個 不必調整不定課程 也不必去減碳性課程的方式 乾脆直接增加一節 那这个增加一节 从哪里上去哪里上 可以 譬如说一到五的 一次升起不升起 那就以为这个地方来上 本土语的课程 那只是说教育部要 克服两件事情 包括县市政府 第一个是多这一节 门课的终点 终点费用 第二个是说 有没有办法找到那么多的识字 抢救援助民族族语 列为国高中布丁课程连署书 在国高中布丁课程连署书 在国高中 然后这些努力做研究 和国高中布丁语语 今天只是用来的 也能继续 这样 你 你 我们 好 什么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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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